臺灣這個我們有健保 所以醫生的收入 如果你按照健保 其實比較有限 很有限 大家要體諒我們 你不用反應那麼激烈 我想幾十萬沒有問題 沒有沒有 現在十就不錯了 這樣不錯 對 around 十到二十之間 算是一個很常見的數字 十萬到二十萬之間 對 那在美國 英國是公醫制度 就是說醫生是領國家的薪水 所以也不高 但是在美國就不是了 在美國那個你如果很有名 醫術也很好 很敢收 老實講那收入會嚇人 那所以我相信 這個醫生的收入是蠻高的 那他也一定是生意很好 所以他沒時間管小孩 乾脆用錢打發你好了這樣 後來可是女兒實在很吵的時候 他也收不了 再給錢 那吳老師你怎麼看這個事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就是這個孩子為什麼他要這麼生氣 因為其實在那個尼可萊特 他在十六歲 十六歲 其實我們在社會心理的發展階段裡頭 他是很需要同才認同的 也就是他很需要透過 也許是我的這樣子的穿著打扮 然後去交際應酬 然後從其他人的眼光裡頭來認識我 這是一個層次 但第二個層次其實我看到的是 他是一個IG網紅 所以很多的IG網紅 或者是在這一個時代 這個年輕世代裡頭 已經逐漸來到了一個自戀世代 也就是說他們很需要 就是去裝扮自己 然後去有這些行頭 然後來讓大家對我按讚 並且我要讓我的生活 是很完美無瑕的 然後是我很自我中心的 是我覺得這個世界 該怎麼運作就怎麼運作 那的確我覺得他們這個關係 他是共構下來了 媽媽願意這樣寵他 然後他也願意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跟媽媽索取 其實有點好像反而是孩子 在對媽媽情緒勒索的這種狀態 其實是一直一直咒效的 但我們就來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到底他們就是母女雙方 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當我們在說一個人 他怎麼樣成為一個獨立個體 成為一個獨立的成年人 他其實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他從五千塊掉到一千塊 他第一個他覺得他喪失的 是我金錢使用的自由度 大幅縮減很多 所以他會覺得他缺乏了自由感 但是你知道嗎 自由是要透過你負責任 來爭取來的 你需要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要做一點事情 你要有付出 你才能夠獲得這樣 金錢使用的自由 其實他媽媽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 過度負責任在她的工作裡頭 而獲得了這樣子的財務自由 但是他沒有讓他的孩子 去做一些就是 他這個年紀該做的 也許他需要完成什麼樣的一個很大的成績或成就等等的 然後讓他能夠獲得這個東西 所以我其實在想的是 你怎麼樣幫你的孩子成為一個自由又能夠負責的個體 最重要的是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叫做你要給孩子無條件的愛 跟就是無條件的精神生活 跟有條件的物質生活 也就是OK你想要得到這個可以 那你能不能我們約法三章你完成些什麼東西 然後讓孩子知道說 我不是可以無限上綱的 我要什麼就可以拿到什麼 我要賓士車OK啊 那我們來共同想想 我們怎麼規劃 然後獲得這個賓士車 你不規劃 你覺得很難 沒關係 媽媽陪你 媽媽支持你 我知道你挫折 我知道你難受 我知道你同儕可能會笑你 沒關係 我當你的後盾 對 但我不是一直當那個你的ATM 一直讓你想要做什麼 但是你都不需要去負起你的責任 小章你也有小孩吧 有啊 如果你有這個錢你會這樣弄嗎 我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一直講到這個題目 我就當然去回想起以前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從小學 大概是從四五 你的小學的嗎 對 我的老大是國三 我說我自己 我從小學四年級到 開始有零用錢 就一個月十二塊 那我就一直很奇怪 為什麼要十二塊錢 我爸就每次一個月 就拿十二塊給我 對 那其實我爸 我有問過 國中的時候問過 爸為什麼拿十二塊給我 然後他說我薪水的百分 一天四毛 他說我薪水百分之一 對啊 因為他當老師那時候 他說一千四 他那時候跟我說 一個月一千四 我讓他騙你 因為百分之一是十四塊 對 但大概 所以他說我百分之一都給你了 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那可是當然 其實我也沒有要幹嘛 要花什麼 所以我也 小時候也不會覺得不滿足 可是 我爸那時候一直跟我講說 你要零用錢 就自己去賺 所以那時候我去常常 就是反而去跟著我同學 我們去撿破銅爛鐵 然後還去賣利亞藤 反而就是去各種能賺 零用錢的地方 我們都用過 那到國中之後 就是變成國三之後 國二國三 就每個月五百 一直到高中畢業 一個 可是 其實你說我會不會覺得不夠 我覺得到還好 因為 可能在鄉下也沒什麼好花 那第二個就是 反正我需要買什麼 我跟他講一聲 他覺得用得到的地方 他就掏錢給你去買 所以那等於是五百塊 是你額外出來的 你要怎麼花 他也不管你 反正就一個月固定 你以前你爸爸 我記得你爸爸是校長 對 媽媽也在教 那爸爸的薪水的百分之一給你 那你現在有百分之一給你兒子嗎 沒有 為什麼你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種觀念就是 我覺得物質就是說 你 我對我小孩的想法就是這樣 你錢要花在刀口上 還有需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需要什麼東西 譬如說他們今天要買 他們的刀口很多 買鉛筆 我可以這樣子 你要買鉛筆買三隻 我就買三隻給你 但是你要第四隻的時候 我就會問你那三隻在哪裡 對啊 用完了沒 如果用到很短 好再去買 如果還是長長一隻 你幹嘛買第四隻 對 所以我是用這種觀念 好 但是如果說 人就不會想要奢華一下 多個兩三隻 炫耀一下嗎 我就不懂那個 我真的不懂 就是說那個要怎麼炫耀 對 但你太太來這裡講說 你有那個指揮刀 那個就是要炫耀的 我那是跟自己爽 跟我兒子炫耀 對 那我就是 那你要吃什麼 我絕對都會給你吃 就是說你今天不管吃便宜的 吃貴的 對 你想要什麼 我當然都會滿足你 對 但是我一樣 我利用錢我也照給你 但我現在每個月就 每個禮拜 我就塞一百塊給他 但是說實在話 一個都一百塊 對 但是說實在話 我鼓勵他去花錢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不會使用金錢 是很可怕的事 所以我就跟他講 這一百塊 你一定要給我花掉 不管你要去買零食 或請同學吃 隨便你 甚至喔 他們學校旁邊 有一個快炒店 去百元快炒 然後我還跟 因為我跟老闆很好 我還跟老闆講說 因為他現在都六點多下課 我說你就帶著同學去 萬一有時候 你就帶著同學去開桌 但是不能點很多菜 那就學他爸爸嘛 開桌 不能點很多菜 就是你帶多少同學去 你就點多少 就請大家吃個晚餐這樣 那這種事他都做不到 他也不花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 他多大 國三 那前一陣子就畢業旅行 我想說好 終於可以出家門去 爸爸認為 找同學來圍一桌 是重要的事情 那是學習 學習交朋友 學習當打科 你要有號召力 對不對 要主持 我有這個慷慨的心胸 然後就 我老闆來付錢 對 就我覺得說他要 就是要如何交際 要該要學到這種技能 所以那一天那一畢業旅行 畢業旅行三天兩夜 然後我老婆塞了一千塊給他 然後就跟他講 你要把他花完 然後可是我就覺得太少 我想說三天兩夜 而且第一次出去玩 我就塞一千塊給他 我說你也要把他花完 結果回來花了多少 一百塊 帶著兩千出去 我不知道 大部分父母的 心理想法這樣 我跟我老婆那一晚上 非常生氣 我把他罵了一頓 他沒有花錢被你罵 我真的罵一頓 因為我們說你為什麼不花錢 他那一共去買 反正就去買一瓶牛奶自己喝 然後另外花了五十塊 買給妹妹一支 紙做的扇子 就這樣子 真的昏掉了 其實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你該花就要花 然後不是亂花就好 可是他就不想花啊 但是我怎麼會覺得 人怎麼可以 會不想花錢 對啊 我一直叫你去花大錢 不過是幾百塊的東西 你真的可以去 試著去買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他就沒有物質欲望啊 這樣我這樣真的 我是覺得很傷 其實就有一點教育失敗 就有一點教育失敗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教育失敗 為什麼不想花錢 是教育失敗 對我覺得這不是好想 你要學會怎麼花錢 對 但是不是亂花錢 那你有沒有告訴他 你可以去花什麼 有有有 我還跟他講說 那你去遊樂園玩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你喜歡吃的東西 吃啊 然後你想很多 他喜歡很多小東西紀念品 我說你去買啊 他後面他就說 他看逛來逛去 就覺得沒有必要買 對 那我就沒有話講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 那兩千花一百 剩一千九回來 你們有收回來嗎 通通收 對 通通收 你如果不收回來 他以後會存 其實他錢就放在那邊 他也就不會亂花 但我是覺得 我也不要放太多錢 在小孩子身上 但我每天要看著他 他的那個皮包裡有兩百塊存在 對 因為我覺得兩百塊很基本 也就是說你要幹嘛 應該都還用得到 爸爸什麼行業 對小孩子有影響 他就希望他兒子 現在國三就有那種能力 給他人扣來一刀 對啊 我真的都覺得很意外 一次都做不到 我就覺得很傷心 你就有那個能力 對不對 我每天都可以做到 大家都來 對 我每天都可以做到 喝酒 是啊 是啊 但是真的不會亂花錢 我覺得真的就是花在刀口上